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对我们台股有没有影响呢 台股今天持续震荡开低走低 指数下跌超过500点 相信情况我们连线记者徐绍云 绍云请说 好没错受到拜登宣布退选的一个冲击 其实今天台股是持续重挫的 而且整体盘面可以说是杀身隆隆 在早盘的时候台股加全指数就以22,818点来开出 不过盘中的指数持续的下沙 在稍早9点57分的时候 指数一度重挫将近有640点 那么指数也灌破了22,300点的整数关卡 低点目前下滩到22,230点 那么今天可以说是整体盘面都是一片倒的情形 尤其全指股的跌幅是相当的重 接下来看到护国神山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早盘以964元开出 那么股价在盘中持续的在下挫 目前盘面最低的时候 一度是下挫了32元 股价是来到了938元 其实从上周的收盘是970元 今天可以说是一路灌破了940元的一个整数关卡 而且跌幅也超过了3% 那么另外全王的鸿海 鸿海在今天早盘的跌幅更重 刚刚一度有下跌了超过5% 而且今天股价不止失守了200元的大关 最低点目前已经下滩到192元了 那么另外来看到的是联发科 联发科在今天早盘也下挫了超过了4% 股价来到1205元 那么今天整体的AI科系电子全指股的跌幅都还是非常非常的重的 那么另外包含了在传产以及金融股 今天也可以说是一片岛的一个情形 唯独今天盘面是以绿能股来支撑 包含了像是达能今天是在早盘的时候就已经攻上了涨停板 不过看起来受到整体全球整个地缘政治的影响 在上周台股单周就下跌了超过1000点 那么今天开盘还持续下挫 而且这个下挫的幅度非常重 目前指数还是下跌了超过540点 那么今天收盘有没有可能是开低走低 甚至收在最低点的一个情形呢 后续我们还是持续的再来为您掌握 目前是台股最新再把时间召唤给主播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